二零二次 再贏一次 今天也要特別謝謝很多的紐約地區的僑胞 最年長的九十幾歲 也頂著韓風來這邊送行 僑胞們可以展現出對台灣非常熱忱的關懷 對台灣的前途也非常的關心 我在台灣會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繼續為台灣努力 也會繼續為我們在美國的外交團隊來加油跟支持 據我的了解 至少有五萬以上的僑胞 有打算推台灣投票 明天一月份我機票都買好了 我一定會回台灣 我要投他一票 我們今天也非常不捨的心情 來到紐約的甘納磊機場 來歡送我們蕭美景大使回台灣 那我們知道在這幾年 他在美國的期間 交了非常多的朋友 然後為台灣上架 那我們希望他也可以發揮他的長才 在未來的任何的挑戰 尤其是副總統這個新的挑戰 來為台灣 來為我們全國的人民 的國際外交 繼續的打拼 繼續加油 那麼我們會 在明年的1月13號 來迎向這個勝利 讓我們敬祝我們的這個賴蕭沛 可以順利的當選 下一任的台灣的總統 我們也非常謝謝美方的所有的朋友 每一個單位 你們都有對口 也是這一段期間 這個加倍的疼惜台灣 也支持台灣 當然我們同仁的付出跟努力 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駐美代表處 有很多的阿星 就是大家任勞任怨 那全力的投入 阿星加油 這段期間 三年半以來 我們TECRO團隊 所有同仁 全力的來協助 讓我真的深深的感謝 2024 再贏一次 好 來 我們再往後 再推後一點 我們再推後一點 來 OK OK 我們再推後 我們再推後 OK 我們再推後 要轉方向 OK 2024 再贏一次 2024 再贏一次 2024 再贏一次 選隊的人 選隊的人 走隊的路 2024 再贏一次 美德贏一次 美德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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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這樣大家 時間要換 大家全港來 幫我觀賞 我實在很感謝 大家 要關心在我 這場 接拼 要靠大家 做回來 做回來 我們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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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投票 1月14 我們又去 一個感恩參會 1月14號 1月14號 我們已經邀請奈婦了 現在再邀請你 這三年多來 有非常積極認真的團隊 陪著我 一起在美國兵外交 我們走過疫情最困難的時刻 也獲得很多國際友人 對台灣更多的關心跟支持 台灣所面臨的國際挑戰很多 我相信下一位大使 也會繼續的 就台美關係的深化 繼續的往前推進 今天也要特別謝謝 很多的 紐約地區的僑胞 最年長的九十幾歲 也頂著韓風來這邊送行 僑胞們可以展現出 對台灣非常熱誠的關懷 對台灣的前途也非常的關心 我看到他們 這麼熱心的在關心自己的互相 我也非常的感動 當然外交工作 我們這幾年有一些成果 但是未完成的事情還很多 那一代接一代 我相信未來的路都還很長 我在台灣會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繼續為台灣努力 那也會繼續的為我們在美國的外交團隊來加油 跟支持 大使這一趟回來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把四隻愛貓帶回台灣 那想問說搬家的過程順利嗎 然後就是長途飛行想必你很擔心 然後回台之後他們隔離 可能要一個禮拜前 可能見不到面 就是安心了 其實這次時間比較趕 那扣掉飛行時間就是兩天的時間 其實辦公室有一些事情要圓滿的把它做一個交接 也是這次主要的任務 另外當然我自己的家人也要團圓 所以我也帶著我的貓要回台灣 那我非常的不捨 剛剛其實蠻擔心 因為他們都很不喜歡出門 一出門就非常緊張 那這個頭會藏在提供給他們的毛巾裡面 他們其實都很害怕緊張 那十幾個小時的飛行的路程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能夠一起在台灣 他們也會是我很重要的加油隊 啦啦隊的成員 請問一下 這次你最放心不下的日子 還沒關係 可以不回去 其實這個禮拜 國會應該會繼續的 有機會再討論 我們這個避免雙重瞌睡的問題 我本來很期待在我任內 能夠來完成簽署跟立法 但是這個畢竟很多工作都是延續性的 所以未來的團隊 我相信也會繼續做很圓滿的處理 那很多的工作也會持續的 甚至未來還會做得比我更好 那這個基礎也是多年來 我們的前輩們一起打下來 那我們對台美關係的深化是有信心的 那對台美關係在各個領域 不管是安全經濟繁榮 還有我們的國際空間 美國繼續對台灣的關心和支持 也都非常有信心 您對賴蕭培聖權有幾成吧 我們全力以赴一定要有 我們每三個月都會請他一遍 因為我們牧師是他的學生 我們牧師是他的學生 我們牧師是他太太的學生 有管風錢 有管風錢 所以跟他們都很熟 所以他們三個月都來到 所以跟爸爸媽媽很熟 他最主要是美金做得很好 我來美國四十幾年 我台塞在台灣來美國 做得最成功的就是美金 你看我們的關係 我就拍得這麼好 因為他是 他最多美國人 所以他的講的英文 像說我們 台塞來的美國的英文 跟他們比較是美國的英文 比較是不同 比較是他們的一樣的文化 一樣的講話 所以他們跟美國的政治 跟他們的心 要聯絡他很好 我是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感謝 他當時跟賴蕭培幫忙 我相信對台灣 跟美國的關係 比較全世界的關係 因為他有三年外在這裡 所以他的手段會說得好 會做得很好 我相信會很幸運 台灣最好的一堆 會跟台灣做得很好的地方 我們今天以非常不捨的心情 來到紐約的甘蕭培機場 來歡送我們蕭美景大使回台灣 那我們知道呢 在這幾年他在美國的期間 交了非常多的朋友 然後為台灣上架 那我們希望他也可以發揮他的長才 在未來的任何的挑戰 尤其是副總統這個新的挑戰 來為台灣 來為我們全國的人民 的國際外交 繼續的打拼 繼續加油 那麼我們會 在明年的1月13號 來迎向這個勝利 那我們敬祝我們的賴蕭培 可以順利的當選下一任的台灣總統 賴蕭培動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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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五萬以上的僑胞 有打算推台灣投票 這當然就是屬於賴蕭培的 蕭美琴這方面的支持者 那在我們美東 我們在1月8日 要在台北 台大醫院 國際中心 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我們要組一個 助選團 就是海外 信賴所有委員會 信賴的團體 組一個助選團 在那邊大會師 然後我們會邀請一些 立華委員的參選人 到我們現場 我們要一個一個的去幫他們助選 我要謝謝蕭大使這幾年 在美國替台灣 我們國家做了許多的貢獻 同時我也要祝福蕭副總統高票當選 明年1月份我機票都買好了 我一定會回台灣 我要投他一票 謝謝 選隊的選 酒隊的怒 2024 再贏一次